男人只是擦了擦古董油灯 他居然不受控制地震动起来 放到桌子上时 缓缓从屏口喷出烟雾 房间里白烟越来越多 刺眼的闪光过后 一个男人出现在沙发上 他就是名为阿拉丁的精灵 为了迎合现在的时代 他们要做到绝对专业 所以才是这副打扮 乔治不由兴奋起来 阿拉丁表示确实如此 可以拥有一个免费的愿望 可乔治明明记得 应该有三个愿望才对 阿拉丁解释 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情 由于许愿的人滥用特权 不得不削减次数 最好第二天再做决定 一旦许愿就必须接受并忍受 乔治想不到需要什么 大多数人的愿望 是获得一笔巨款 但在那之后 不仅会受到慈善机构的烦恼 失散已久的亲戚 也会敲响家门 财富显然不是很好的选择 乔治想到了爱情 阿拉丁露出震惊的眼神 这是什么傻瓜愿望 随即提醒 一定深思后再许愿 然后再次飘出烟雾和闪光 阿拉丁重新回到了油灯里面 乔治还在思考合适的愿望 要做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吗 还是成为自然科学家 亦或者是陆军司令官 甚至是和女神安妮结婚 可以让她变成电影明星 自己还能成为她的丈夫 这简直是一举两得 乔治想象出那幅画面 万人迷安妮正在补妆 乔治就在这时赶到片场 他还想亲吻妻子 被脸上有化妆品不又拒绝 明明已经结婚半年 连嘴唇都没亲上 没待一会 安妮又要去拍戏 最大的安慰就是飞吻 忙碌一天回到家中 安妮累得瘫倒在床上 乔治正想借此机会亲上去 又被一声哈欠阻止 今晚还有庆功宴 得继续保持妆容 还想突袭 却亲得满嘴唇高 两人没有夫妻间的甜蜜 乔治只是巨星安妮的丈夫 无奈只能拉出爱犬散步 当他准备参加庆功宴时 突然听到妻子的声音 他急忙爬到顶上往下看去 妻子正和男性热吻 即使脸上有妆也不在乎 乔治直接崩溃 整个人无力地倒了下去 乔治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世界 阿拉提上前安慰 他守不住像安妮那样的妻子 还是面对现实 放弃这个愿望 此时乔治来到公司上班 安妮不停地打扮着自己 今天的乔治异常自信 升职的任命就在今天 只有一人能成为主管 就在这时老板 吩咐罗杰进办公室里 乔治并不认为 他能选上主管 自己才是踏实肯干的好员工 当他低头看向一张账目被金筑 如果少量的财富 加上90%的税金减免 那时候就是工业巨头乔治 不仅有豪车接送到企业门口 地面也会刻上自己的名字 这笔钱足以成为皇室财政的王储 乔治浑身散发出大亨的气质 阿拉提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就连买报纸也是一百美刀 根本不需要找零 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刚用一次的手套直接扔掉 因为购买员比清洗更高效 曾经的老师再次找上门来 这是一次紧急状况 乔治当即问到多少钱 老师表示这次数额巨大 一共需要一百二十万美元 一个人捐两三万就够了 乔治文言毫不犹豫地动笔 一张支票没一会便开好 老师结果一看傻眼了 直呼是不是弄错了 对乔治来说 这点钱就是毛毛雨 老师严厉拒绝这笔捐款 不能因为乔治 剥夺其他校友的权利 如果他一个人全出了 别人还怎么捐钱 在他看来 这已经不是慷慨的行为 而是炫耀 乔治意识到错误 连忙追问 目送老师出门后 乔治将支票撕碎 这件事确实是做错了 美国政府不能让他拥有太多现金 甚至为此 发明了新的税率几次 这艘巨大的游艇 就是本次的目标 可对乔治来说 买东西已经没有乐趣 他要停止购物了 男人听到这番话严肃起来 买东西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底下靠用金的人 不然成千上万的人 有可能饿死 所以永远也不能停止购物 猛逼的乔治缓过神来 罗杰成功获得了主管的职位 所有人都为他感到高兴 只有乔治格格不入 一个愿望显得格外讽刺 太过有钱 就没有乐趣 乔治意识到 或许只有权利才是真理 就像老板那样 赋予罗杰新的职位 全国都在庆祝新总统上任 街道上挤满了人和车 乔治总统正式上任 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着他解决 前脚刚讨论完退休金法规 后脚又出现冲突的紧张局势 乔治接着电话解决两个问题 一则迅速地中情局研究论文讲完 男人满意地离开 时间被挤得满满当当 乔治有条不紊的规划 只见他掐算好时间启动开关 西南地区的2000万千瓦电力到账 将各类文件递给秘书后 终于能缓口气 闲暇之余 还能抱一下爱犬阿拉提 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突然一群军官急忙冲进来汇报 刚刚雷达确认不明飞行物 乔治瞬间猛了 该怎么办 男人提议 不能冒险 必须马上击落 老头认为 不能这样做 船上可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 男人直言 外星人拒绝与他们交流 显然是有备而来 老头却觉得这是难得的研究 有机会实现重大突破 现在没时间召开美国国会 眼下只有总统才能决定对策 可乔治根本无法做出选择 就在他挣扎的时候 被房子的主人打断 乔治想通了 什么都无法改变自己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这不是命运的错 而是自己的错 乔治发现最合适的愿望 他取下神灯开始摩擦 一个流浪汉发现了垃圾桶的神灯 起初他还以为里面会有硬币 发现没有后 又扔了回去 但总觉得这盏油灯不简单 接着再次取出来 用外套摩擦 穿着合理服装的精灵 出现在老头面前 而这个精灵正是乔治 阿拉提一直陪在身边 即使他一生都没有受到尊重和荣誉 却许下了最非凡的愿望 成为自己永恒的主人